内蒙古武川县高考理科状元 一身校服穿到烂 袜子补得越来越厚 高昂的学费 怎样让他圆大学吗 我来个高昂大学 这几年辛苦也没带费 因并置贫 因并返贫 助学贷款帮助他们杜南关 已经连续四年 在我们胡河浩特开展 资助平衡大学 累积投入六百多万元 资助一切六百二十多名大学生 绝了大学梦 欢迎收看经济换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经济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任务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很清楚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链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经济年度人物选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雨飞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贫困地区的贫困大学生 2015年4月3号 教育部下发通知 2015年将在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5万名 定向的区域呢 是832个贫困县以及重点高校录取比率相对比较低的河北河南四川等10省区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武川县就是这832个贫困地区之一 今天我们就到武川去看看那里的高考生 画面上这个年轻的孩子叫杨金 是今年的高考生 8月6号 杨金在拿到大学录取通知后的第一时间 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武川县 来到了50公里外的哈拉河少乡 双西跪在父亲的坟前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把这个好消息和父亲分享 把你儿子考上大学了 这几年辛苦也没白费 如果你真的说 人死了还会知道的话呢 你应该高兴高兴听话 今年19岁的杨金 是当地的高考状元 他以588分的总成绩 考入湖南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 他满怀期望 却又忐忑不安 因为父亲在自己6岁时就去世 母亲后来得了精神病 为了生存 他陪着母亲 嫁到不疼的人家 艰难的生活 后来病重的母亲 被送回遵义老家 因为没钱医治 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音讯 那个时候 小杨金开始跟随奶奶生活 已经70多岁的老人 根本无法照顾幼小的孩子 在杨金童年的记忆里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饥饿 后来那天中午 真的 走了都觉得头晕 就 反正 可能你说也不行 就那时候饿的吧 看见地下 土地下买 撒了一块 山架片 我就这样 吃了 真的 我吃了 杨金和奶奶在武川县城租住的小屋 不到十平民的房间 祖婚二人在里面窝居了十多年 武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银人均收入不足一千五百元 杨金和奶奶一度靠低保和姑姑的救济生活 杨金今年考取了整个武川县的理科状元 但早年痛苦的生活经历 让他没有了同龄年的笑容 特别是眼前要面临的六千五百元的学费 并没有给他带来高考夺冠的喜悦 反而成了他的一个心病 但他很心疼奶奶 只是告诉奶奶 自己考上了大学 却从未向他提起过学费的事 就在我们采访中 也发现了一个细节 杨金的注意力一直在奶奶身上 老人家有任何一个小动静 采访都会临时中断 他们是尤其在一二年 就腿长不太领便 然后我反正 谁叫谁大 担心了 当然担心了 我去那么远的地方 万一有个事 也不是说回来就能回来的 86了 他一直照顾我 还没等我照顾他了 我到现在远走高飞了 和其他考上大学的孩子不一样的是 杨金表现出的一直是内心深深的自责 他总是埋怨自己考上的大学离家那么远 学费那么贵 杨金的姑姑告诉我们 杨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 就联系好了要去呼和浩特市打工断学费 就在前不久奶奶重病的一场 杨金不得不留下来照看奶奶 杨金和奶奶的小屋除了睡觉的炕 再也放不下其他家具 就连杨金读书的地方就是一个简易的木箱 垫了几块砖头雷起来的 为了不打扰奶奶午休 杨金几乎没有睡过午觉 86岁的奶奶虽然眼花耳飞 但内心却像明镜一样 她知道家里的状况 也知道孙子的学费并没有着落 但她从不追问 只是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身体状况好一点的时候 她就戴上老花镜给杨金补袜子 孙子从小到大一身校服穿到来 袜子却被补得越来越厚 破了好几次 再补上 然后再又破 再又补上 再又破 再补上 脚后边是经常磨 这一双也是 这一对 反正夏天已经补得非常厚 冬天穿 原先是个薄袜子 现在补成厚袜子 补完袜子 老人似乎完成了自己的一桩心事 但她休息了一会儿后 又开始念叨着 交代孙子上学的事 我去说去给她好好下许 保抬来都算了上来的 十几年都高长了 然后五月都没 上不上干了好好下许 后来有点自责 有点不要烦哦 离开学的时间越来越近 杨精天天数着日子 计算着和奶奶分离的时间 当然离交学费的时间越来越近 除了六千五百元的学费 加上一千三百元的住宿费 每月最低八百元的生活费 这上万元的费用 也时刻折磨着杨精 就在杨精发愁的时候 她接到一个同学的电话 在武川县城 可以给同学补课赚学费 这杨精不用出远门 补完课后还能照顾奶奶 这个消息让杨精很兴奋 杨精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我们的记者在采访时就发现 杨精的内心一直很纠结 他非常渴望用知识去改变生活 想用自己的力量 让八十多岁的奶奶 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 于是他拼命地努力学习 成了今年武川县的理科状元 但是近万元的学费和生活费 再加上病重的奶奶 让他对未来是望而却步 那个在家门口补课的培训 能否为他赚够学费 不舍得离开奶奶的杨精 又如何去面对 越来越近的开学技能 这天下午两点钟 杨精提前来到建成里的 一个民房培训点 学生们还没到 他就开始认真地版书 做准备 下午两点半 虽然来听课的只有两个学生 但杨精全力以赴 一对一的开始教课 杨精的个子很高 黑板很低 有时半叔写到一半 要蹲下去接着写 上课的时候 杨精竟然没有了 以往盘化石的居住与压抑 反而充满了自信与热情 不只通过互动活跃气氛 让学生掌握要命 一直愁眉苦脸的杨精 在课堂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课间的时候 通过交流 我们了解到 这个家教培训的机会 是杨精的小学同学 也是这个培训班的创办人 给杨精的一个善意的安排 王国梁和其他同学得知 杨精考上大学没有学费 很早就想帮他一把 但他们知道 杨精向来要强 给钱肯定不会接受 于是他们想了这么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报酬方面就是 除了补课费里 其中我们这个院子是租的 所以就是除去租的 租房的费用 剩下都是他的 我们都是小学同学 在说既然是同学 也是朋友 一辈子的嘛 那么就帮一点 两个小时的课程结束了 台下听课的同学 感觉大有收获 一个高见的同学 第一次当老师 还讲得挺好的 我觉得同学之间的互动 还挺好 效果很明显 如果他还在补的话 我还要再过来 学生的反馈 给了杨精很大信心 他表示 如果同学需要继续补课 接下来的时间 他都可以来安排 钱的问题吧 能挣多少 吃多少 当然我也希望他们 多来这个 杨精的补课费很便宜 两个小时 只有三十元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杨精即使不吃不喝 全用来讲课 最多能赚一两千元 这离他六千五百元的学费 还差得很远 就没了 只能靠 现在已经靠自己最大努力了 自己也出来挣钱 然后在家里面也想办法再试出车 尽全力了 在杨精自己靠家教赚学费的时候 姑姑杨之夜也在向各家亲戚求助 但因为平时借的太多 姑姑并没有借到多少钱 但是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邻居们告诉他 国家有了很多好政策 杨精上大学 可以申请助学贷款 国家有这个 对这种偏狂家庭 大学上有这个付出账 他就能贷款 那就是贷 贷款就要贷出来 当他捏的 捏出以后 他该让账气再坏 这就是他唯一的办法 其他的 其他的就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然后有的强家家独 去往强家 一家币一家 没有这个脑袋 怪住他 杨精工赌的是湖南大学 机械运载工程学院 他最大的理想 就是毕业后 投入到国家高铁 等装备制造业的建设中 他一方面嫌时间太快 没能好好教证老人 就得远走求学 另一方面 他又担心时间太慢 怕奶奶等不到 他愿望实现的那一天 采访时身处困境的杨精 一直给我们的是一种阳光 自信向上的感觉 在杨精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的努力 善良和孝顺 在这儿呢 我们衷心的祝愿杨精 能够血液有成 早日梦想成真 当然我们也相信 他所经历的这种逆境 在将来都会成为一份成长的财富 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认识一位 成绩优秀的贫困生 他叫李雪梅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武川县德令不浪江 这里的土地贫瘠而干旱 常年只能种植菜籽 土豆等农作物 这一天中午 刚刚考上大学的李雪梅 跟随妈妈和妹妹 在地里除草 旱是不长 李雪梅的家 只种了几亩油菜 今年从春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天上就没下过异地狱 妈妈侯平平一边拔草 一边发愁 今年的收成 如何来给女儿交学费 整个村子里 最破旧的这个土坯房 就是李雪梅的家 院子里的薅草 长有一米多高 遮阳的窗帘 使打了几十个布丁的破布丹 放粮食的小屋 早就没有粮了 连生计都难以维持 这大学的费用更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一道坎 别人穿的你没有 别人吃的你只是跟两个孩子看 吃没有 穿没有 杀猪 但是孩子学习都是挺好的 你不能放弃它 生活在贫困县里的李雪梅一家 一直不富裕 但一家人却非常快乐 院子里空荡荡的羊圈记录着这个家庭 曾经的幸福温馨 两年前 李雪梅的父亲因恼一些去世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 李雪梅一家不仅因病治平 因病返贫 还背上了几万元的外债 当时我知道那时候就还贴塌了 贴塌塌了 就是什么都没了 想起与爸爸欢乐的时光 心里隐隐作痛 不再有了 不再会有爸爸对我说的那些大道理 逗我哈哈大笑 为我做香喷喷的饭菜了 李雪梅的日记里 俊秀的笔记记录着与父亲的点点滴滴 父亲去世后 在他眼里考上大学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是 当真的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去让这个贫困的家庭 显得错不及防 李雪梅还有一个小她五岁的妹妹 开学之后 读初中二年级 妹妹的学习比姐姐还要好 还要努力 而且一直很稳定 基本上是全班第一名 但两个女儿越是懂事 母亲侯萍萍就越觉得亏欠她们太多 负担太重了 我和妹妹上了学 现在 我学费特别贵 然后 生活和上 也都是妈妈 一切都是妈妈 所以她肩负就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和女人的责任 在两个姐妹的眼里 从父亲生病去世 妈妈既当爹又当娘 没有父亲这个顶梁柱 妈妈平时要看人眼色 向亲友家借钱 供两个孩子读书 这会儿又要面临高额的学费 李雪梅再也不忍心 看母亲一个人苦苦支撑这一切 她提出了放弃学业的想法 她就觉得再累再苦 然后就是我这一生 想让我白白这样浪费 然后想让我出点成绩 关于要不要继续上大学的事情 母女二人沟通了很多次 每次都以暴头痛忽而告终 李雪梅考的是艺术类院校 427分的成绩 本来能上个更好的学校 但艺术类的学费 要高于普通院校 无奈之下 母女二人最终选择了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 一年的学费 一万八千元左右 姑娘包子也是很苦的 就是咋呢 只包娘那个好一点的 她就交学费没学费 妈妈这个比那皮一条 就包这个 我跟她包的 妈妈咱就包这个 这个皮一条学费 这天中午 李雪梅家并没有做午饭 邻居张燕远远地就喊孩子 她妈过来拿烙饼 村里人都知道雪梅家的情况 张燕经常把一些吃的 留给两个孩子 跟我们也说了 也是说是总结点钱 啥的 跟孩子念书 那像村里的有人能帮他们一下吗 村里面 但是有人帮了 你说谁也想帮了 自己都顾不上 自己来 也没钱 张燕告诉我们 村里的经济条件 比武春县城还要差 营长吃口饭还能救济 但凑学费就很困难 她也不知道 雪梅一家该如何度过难关 在村头 有这样一大片向日葵 李雪梅在自己最无助 最悲伤的时候 都会到这一片向日葵地走一走 向日葵代表着北方 代表着我们这里 不管怎么样 不管天气多么的热 还是下雨天暴风雨 它一直坚强着 我觉得它是一个坚强的象征吧 对 像我们这样 这是我们的象征 李雪梅靠着自己的努力 终于扣开了大学的校门 可是贫困 却让她在走进这扇门之前 不得不再次经历重大的考验 其实从2000年开始 我国高校就逐步建立了绿色通道制度 对被普通高校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 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 然后根据情况不同 采取不同的资助措施 那么像李雪梅这样的贫困大学生 可以通过申请助学贷款去完成学业吗 这一天一早 李雪梅带起了各种证明 从家里赶到现成的教育局 准备办理助学贷款 办公室里到处是拥挤的学生和家长 李雪梅拿着档案带里的材料 焦急地等待着 看到焦过去的材料并没有被打回来 李雪梅深深地输出一口气 最多能带8000元 虽然不是全部学费 但这个数字明显让雪梅踏实了许多 心里比较踏实一点吧 因为这要上大学 还是省了一笔相对高的资金 对 但是她说好像需要Q裙在联络 对 但是我没有得经常过来 办完助学贷款 雪梅在妈妈的陪同下 准备去招合草原 找份打工的货 妈妈换上了大姨给的衣服 拿着亲友借来的钱 买了车票 想着一周后就能办好的8000元助学贷款 母女二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大巴终点站离草原腹地 还有一段距离 她放下雪梅母女二人 扬长而去 下面的时间 就要徒步走向草原的蒙古包 碰碰运气了 《江河》 谢谢 初夏过来打工 然后又断点断 对 因为这个 你们家这个控制嘛 我们这就特徒造成的 这个 因为你家里面 母亲打工 父亲也在家里都不在了 所以说你就全身做个力度 我们要过程帮助你住过这个业 你这些多的钱 一月宣称我们做上的一切吧 给你了就给你下几块钱 行 谢谢 一个月三千元的收入 旅游点负责人非常痛快的一番话 让母女二人很吃惊 可能是为赚学费找工作 都被彼此的真诚所打动 雪梅顺利的被留下了 挺开心的 真不容易 谢谢 八月份的草原是旅游旺季 特别是草原上的纳达木 吸引着各地的游客 大巴车不停的驶入旅游景点 人流不停的涌进蒙古包 雪梅也换上蒙古袍 开始忙碌起来 擦桌子 蹲盘子 上菜 收碗筷 雪梅从生疏到熟练 一个劲地忙碌着 直到下午三点钟送完客人 她才开始吃当天的第一顿饭 离大学上大学更近一天 然后我就觉得更应该努力 更应该快点回去 那我上大学 每天多干一点 离大学就更近一些 离自己的愿望也更近一步 依靠在蒙古包旁 目送着远去的游客 李雪梅憧憬着自己的未来 其实不用特别大 再小温馨点就好 就是想让我妈以后开开心心的 没有复杂 没有压力 而且觉得有女儿挺光的 其实 就在这个暑期 由呼和浩特组织的 一支红十字会救助队伍 正在各地调研 收集贫困大学生的资料信息 帮助像李雪梅 杨精这样的贫困大学生 圆大学梦想 已经连续四年 在我们呼和浩特 开展资助贫困大学生活动 累计投入六百多万元 资助一切六百二十多名大学生 圆了大学梦 今年是永守的基金会 在我们呼和浩特 实施的第五年 今年就投入一百多万元 就要至少有两百多名大学生 得到资助 呼和浩特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樊宇根给记者拿出了一份花名册 这是他们今年 从九个地域的区 县 齐 收集上来的贫困大学生名单 如果调查情况属实 每个大学生将能获得 五千元左右的助学基金 而在调研中 他们还发现 有六类贫困人群 将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 比如大病事宜 交通事故事宜 父母亲不敬义务事宜 还有重大自然载费事宜 以及落名 城市落名 这些六类人群 这六类家庭 仍然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关注和关爱 执助他们上大学 杨金和李雪梅拿到了助学贷款 马上就要走进大学读书 这笔助学贷款尽管还不够 但是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2015年两会上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就提出 要畅通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子纵向流动的渠道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通过教育改变自身的命运 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教育公平 对农村和贫困地区 学生高等教育机会的高度重视 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去关注 去帮助贫困学生 减少贫困学生 也期待着有更多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央视财经评论 敬请关注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一步五行 B collaboration 谢谢大家